今天在中午晚上發生一起車禍 有一部試像是兩千多萬的勞斯萊斯 和一部四小客車在路口撞上之後 又波及到另一部車 由於撞擊力道相當猛烈 這車輛零件是四處噴飛 現在是打中了好幾公尺外的一名富人 造成他是雙腳受傷 那剛才勞起 這一部勞斯萊斯是一部租賃車 那這車頭嚴重毀損 這維修費可能高達百萬元 至於詳細的肇事責任 還得再理清 白色勞斯萊斯執行 在通過路口時 一部修旅車也及時而來遭到衝撞 車身急速甩了半圈 又撞擊一部自小客車 另一個角度拍到 車禍瞬間勞斯萊斯車頭零件噴飛 自小客車後車窗破裂 車尾凹陷 沒有車窗口 沒有沒有 他是動了什麼 車主在哪裡 那一台 救護車來到現場 車上的兩名駕駛都沒有受傷 不過撞擊瞬間噴出的零件 竟然飛到好幾公尺外 打傷路邊一名富人 他也因為突如其來的意外 嚇到腿軟 29號晚上十一點多 兩部車在嘉義市服役扶全街口發生車禍 其中這一部勞斯萊斯市價兩千兩百萬元起跳 車頭幾乎全毀 連經典的女神標誌都已經無法辨識 維修費恐怕高達百萬元 在路口碰撞後車輛在波及停放在路邊的自小特車及行人 這部勞斯萊斯是租賃車 目前車禍原因正在調查 釐清雙方駕駛的責任歸屬 基本上維修費用由保險公司理賠 但不足的部分車主需要自付 恐怕會是一筆不小的負擔 記者張俊榮嘉義報導